陈六轩 你这给我发的什么位置啊 你知不知道这地方多难找 我走了两小时我才找着这地儿 还有啊 你这几天咋回事啊 人也见不着啊 几天也不来家乡 我都想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家在这边看了个旅游巷主 最近人手不够 我来这边听几天 我这几天都在这儿了 乖不得那么难找呢 整这么大个办公室 你怎么回事啊 明依啊 不是 你在这儿干嘛呀 我让他过来给我当助理呀 当助理 你不是在教肖学车呢吗 你当什么助理啊 我学完了 不是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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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回事啊兄弟啊 你咋现在成这样了 你 这啥你戴个拖耳朵 这又是小裙子的 你干嘛呢你 我六种喜欢很瘦 你脑袋进水了你啊 你让他洗脑洗成这样了 你给他当助理 你就当助理呗 你这整的啥子都这一串 六种 你过来过来过来兄弟 正好你跟着六种 我这经常找不着他 几天也见不着他人 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你跟着他 他平时干点啥呀 去哪儿呀 或者跟谁呀啥的 你多跟我汇报汇报 让我也知道他的行程呀 让你知道他是安全 我怎么说的 别胡说我哪有那个意思 你去吧去吧 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啊 你去把我鱼杆拿过来 他刚跟我说一下 你一块钓鱼呢 快快快去去去去 我是好兄弟 来给你当助理这个事 我怎么不知道呀 行 反正以后有人跟我汇报了 行 那给你当助理就当助理吧 你怎么给人洗脑洗成那样了 你看看他现在成啥样了 那一个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儿 那头上带着 那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嘿 哎呀我跟你说啊 车六轩你这 你这 哇塞 这这么大 这全都是啊这一片 这准备弄一个度假厕的项目 现在还很多事是没见好 你看这多好的女人 哦 哎呀 这么大 幸好你妈就你一个闺女 嘿嘿 为什么呀 你那多个什么 哥哥姐姐啥的 就不得给你婚吧 就你一个人继承这么大的家业 那不都是我的 哈哈 还有鸟 还有那边 这是鸭子吧 这 这不是鸟吧 这个 我说这是鸟 这是鸟 嘿嘿 谢谢 嘿嘿 那边经常有一堆 一堆鸟鸟 我最喜欢的 今天都没看见了 为啥呀 为啥喜欢鸳鸯 因为鸳鸯都是重新鸟鸟鸟 那咋俩是鸳鸯 正好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走吧别走别说 行 我不是要跟你说事了吗 你说吧 我这几天可能得回趟家 回新疆 你跟我一块去吧 我去不了呀 这边项目刚开始 我就得盯着了 这项目马上春天就要开始了 那那那行吧 那我自己去吧 那咱俩这得三五个月 都见不着面了 有点 你等会 嗯 为什么去那么久啊 对呀 这这马上开春了 家里那几千亩地了 都得种瓜呀 我回去又得帮忙啊 都是正事 那要不我 行了你别犹豫了 咱俩又不是小孩了 都是去办正事的 肯定以正事为主呀 行了啊 你别天天恋爱闹了 快你都快哭了 那那就是 那你先回去 等我妈这几天我去找你 真的啊 那也行 不过我走之前我有个小心愿 你能不能满足一下 就是 你就这样子 就是 你能不能亲我一下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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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谁让你拿鱼杆过来的呀 你是兄弟啊 你不是兄弟有约我朋友吗 我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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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